我们就和大家进行法的分享了 有三种人存在于这个事前 第一种是给他人制造麻烦带来痛苦的人 第二种是默默无闻 第三种是给人带来快乐 带来信心的人 有这三类的人 给人制造麻烦带来痛苦的人 主要是由于两方面 一是身体的行为 第二是由于语言 或者说由于性格 给人制造痛苦 带来麻烦的人 例如说有些人他就跟人相处 很不会做人 很容易得罪人 说话很粗俗或者很粗鲁 身体动作也是看得起很粗俗很粗鲁 大家都只要他在 大家就不会快乐 或者总是给人制造麻烦 说话大声吵到别人等等 跟人共处 我们很难避免人与人之间会交往会交流 但是呢 如果是一旦跟这一类的人打交道 那么就是很容易起烦恼 容易生存心 这种人 是属于给制造麻烦的人 或者说给人带来痛苦的人 这样的人呢 我想啊 谁都不喜欢 或者说只有抽味相投的人 才会在一起 一般的人都不想去张惹 去招惹一些事情 去张惹 这样的人不好碰 不好惹 又或者说有些人 虽然并不会说故意去伤害人 但是他只要在哪里 他会干扰到别人 比如说如果在产作的时候 一会儿又动一下 我一会儿又走动啊 坐都坐不稳 给大家带个照明 这也是 坐在他旁边 人家就很容易起烦恼 容易恼火 这个也是另外一句 但是最明显的 那些给这种人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给人制造痛苦的 在历史上也大有人在 例如说 现在史上 希特勒啊 东条阴基啊 或者说一些 一些军事狂人啊 政治狂人啊 他们给人民 给邻国 给其他的民族带来痛苦 带来灾难 灾难 这些 历史上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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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臭万年的 而还有另外一种人 我们先讲第三种人 他是给人带来快乐的人 这种人不管他在哪里 他的身体的行为 他的语言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他不管跟谁相处他都能够尽量不去影响到他人 不去干了到他人 甚至会实时照顾他人 去照顾他人的感想 去理解他人 尽量不带给他人任何的烦恼啊困扰啊等 不仅如此 他还想如何带给众生 带给大众快乐 就好像我们的佛陀一样 他为了众生的福祉 为了众生的利益 自己享受涅槃之乐 解脱之乐 来到很繁杂 充满了烦恼的人群当中 为了要让更多的人 断除烦恼 解脱生死 他自自不全的 去说法 教人 还有很多 有很多 历代的大德 长老啊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放弃了自己 平静的修行 放弃了自己的时间 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 为了大众的福祉 为了佛陀教法 能够久住世间 能够利益更多的人 有缘的众生 所以他们 奉献教法 奉献自己的生命 当然呢 还有一些 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同样是 能够尽量 为大众的利益 工作啊 努力啊 这样的人 他能够给 身边的人 甚至有很多的 没有经过他的人 都能够带来快乐 甚至一些人 一听到他 都由然身体崇敬之心 他带给人们 希望 带给人们信心 带给人们欢乐 这两种人 在世间上 或世界上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呢 是 可能会给人 制造一些小麻烦 但是大麻烦 可能不会 有些人呢 可能会给人 人家带来 小快乐 好像小孩子出生了之后 可能给家人带来快乐 带来欢乐 或者说 你今天 去 你股票上涨了 你家里人都很快乐 等等这些 类似这么样 但是这些呢 我们并不能够说 算是 真正他是在为 大人的利益 等等而做的 他多数还是属于那种 像一般的人一样 出于默默无闻的 而 只要我们 是生活在大众当中 生活在社会当中 例如说 在家人的话 也是在群体当中生活 回到家里 家里是一个小的群体 回到单位 单位的同事 等等是一个群体 在自己的亲族当中 即是一个亲人 等是一个群体 在自己的朋友 姐妹和兄弟当中 也是一个群体 而我们在 生活在 产修的地方 产修园里面 大家也组成一个群体 只要是群体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交往接触 就变成不可避免 那我们也可以 经常这样去 省茶 省思 我在这个群体当中 我是给人带来麻烦 制造痛苦 还是 我是在 给人带来快乐 在 帮助他人呢 当然我们在 生活在这里 给他人带来快乐 带来安稳 有见解的 有直觉的 有直觉的就是 当别人 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伸出 原主之手 或者说 柔和的 以慈爱的语言 去劝谨他 或者帮帮忙 又或者说 我们在 被人感到 比较迷茫 或者说 被人生起烦恼的时候 去牵远他 去开导他 去开导他 引导他 这也是一种帮助 使他能够看到希望 看到产修 的必要性等 就是直接的 见解的呢 是 其实我们现在 每一天都在做 例如说 我们提供一个 干净 卫生清洁的环境 每个人都 各司其制 去 打扫好 卫生 厨房的 准备好 很好 丰盛的 饭菜给大家 还有另外的就是 如果我们 以身坐子 精进的禅修 按时禅修 这样的话 无形中也是给人 一种好的老样 如果我们 精进禅修 拥有禅纳 或者修到观治 这样的话 人家更有信心 禅修 法是可以证的 可行可证的 这样的话 无形中就给人 一种信心 这样的话 不用言说 不用专门去欠道 你要精进禅修 但是你做出来的 你间接就是给人 一种 看到了希望 法的希望 所以我们 做一个群体 我不要 什么东西 都是只是 从自己去着想 自己很自私自利 什么东西 都是从自我的角度 自我的利益去考虑 不要这么想 我们是从 大众的 共同的利益 从争端的利益 从试炼的利益 从每个人的利益 去考虑 我们 如果不能够做到 直接带给他人快乐 带给他人希望 但是 我们也不要给他人 带来 麻烦 制造痛苦 我们 我们 要彼此之间 要以慈爱 去相处 以慈心 去 彼此对待 看见到面 即使不用 不用加长 画 拉加长 不用去 说话 但是一个微笑 一个点头 其实也已经足够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体行为 我们的语言 母亲家中 也是在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 很好的禅修的气氛 同时 同时呢 我们 现在暗度在这个 法拉产修宴里面 去 学习 我们 我们 也要 做好自己 然后 以后 如果是 有机会 回到自己的家庭 我们 是不是能够 影响到自己的家人 是不是 能够 影响到自己的朋友 是不是 能够 影响到其他 也是想要求法 想要学法的人 如果他们 你看到 你的行为 哎呀怎么 你在那边住了 你说话 还让我出手 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 你还是烦恼一大堆 那去不去都一样 是不是无形之中 你给法拉产修宴 给中国商人抹黑呢 如果是 你 在这边 哪怕是短短的时间 你去 心 变得更调柔了 更柔和了 看事情 看得更长远 看得更开了 心情更快乐了 更愉快了 甚至以前有忧郁症的 都已经解决了 更加乐观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不用讲 不用说太多 不用说太多 别人一看 你的改变 看 你的精神面貌 他就有了信心 不管是对你的家人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是不是 所以 如果我们 人与人之间和人家相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到 不要给任何的人带来麻烦 不要给任何的人造成干扰 不要给任何的人制造痛苦 人来到这个世间上已经够苦了 很多人之所以会找到学佛之路 为了禅修之路 可能在社会上 在人生的力度上已经弄到伤痕累累 在遍地灵上了 好不容易找到这条路 然后来到这里 你还在踩他一脚 还在锅他一把 这个算不应该的 我们应该要更加好的去体谅 去理解 去上代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我们不要自己给大人带来麻烦 带来痛苦 即使不能够直接给大人带来快乐 带来希望 带来信心